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各地的温度32到35度的高温 尤其在大台北地区温度会来得比较高 因为明天是未来一周天气最稳定的一天 水气相对比较少 云也相对比较少 所以在北部地区没有云层照到的地方 其实温度都很高 尤其大台北有机会来到36到37度以上的高温 而在中南部地区没有下雨的时候也是蛮热的 而至于降雨整体来说会更限缩在山区 其实平地降雨几率不会到特别的高 午后雷震雨可能局部地区在山区还是会有的 再来我们看到未来几天的天气 在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一天一天水气会开始增多 礼拜二之后注意水气变多的原因是因为山山台风 山山台风它虽然没有直接的影响台湾 但是当它在北上的过程当中 会把水气给拉上来 所以未来一周雨最多的时间点可能会落在礼拜四 礼拜四的这一天五后雷震雨的范围会来得比较广 不止在整个中南部地区 甚至整个西班部地区的山区 近山区还有平地都会有 不止五后雷震雨的范围广 五后雷震雨的强度也会来得比较强 所以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 台湾这一周都是处在一个大的低压带 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很热 但是下完雨之后 这雨一时之间会来得蛮大的 最后来看到的是天气懒人包的部分 这温度很高 尤其在内陆地区或者是在大台北地区 有机会来到36度37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到时候高温咨询又会再度的发布 提醒大家要留意 再来吹西南风 南边的水汽多 所以往上带之后 在基马地区容易会产生一些低云货物 航班上面要特别的流星 最后就是山山台风 山山台风不会直接影响台湾 但是它在靠近的过程当中 其实多多少少可能还会有一些长浪的影响 在台湾的东北部地区 而除此之外就是礼拜四 水汽拉上来云层雨雨都会来得比较多 而山山台风呢 目前看起来是会往西的地方偏移的成分是更多的 原本是认为可能从四国一带来登陆 现在看起来是会从九州这边一带来登陆 影响的时间会变得比较长 范围会变得比较广 在周末之前 如果要去日本的话 都要多加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 以上就是这节气象说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